你也知道 在梳瓜的時候 你就知道 我不是情因素了 那個時候 我也在找情因素 看到你的時候 我 我還真的以為是他 但是我後來 突然接到 情因素的電話 我也是到了這裡 才知道一切的 我姐能找你 說明她很信任你 算是吧 畢竟我們也是 那麼多年同學 這麼多年 也互相扶持著走下來 我親眼看著她 跟江村結婚 也看著他們倆 貌合神力 黃家文 我要問你們件事 我知道你想問什麼 我還愛她 但是她心裡面 只有江村一個人 所以 你就把你和我姐的照片 寄給江家 那個時候 你姐一直不理我 我也沒有辦法 我知道 就當我求你 別把這件事告訴你姐 我現在就想做一個朋友的身份 陪在他們母子身邊 是真的嗎 以前我一直想讓 秦燕素離開江家 我覺得那樣是為了她 但是這次看到 她為了保住 她跟江村的孩子 那麼拼命 我是真的死心 我明白了 謝謝 謝謝 媽你別說我呀 你別動 你別動 你讓我再看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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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動 英宋 怎麼了怎麼了怎麼了 是怎麼辦呀 我 我 我都告訴英宋了 沒事 醫生說了 還是我們只好 放心吧 有我們的 不過有事啊 江倫 說 這是不是我們的報應啊 你說什麼呀 就算是報應也是我沒有好好照顧你 知道嗎 你身為一對雙胞的人 我看到他們的時候有多高興 就算有我們一點點的想 卻行 也是我們兩個幫忙 我們一定可以把他們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地養大 知道 我知道 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我就是想你和孩子 大家都能做了 我這輩子 我知道 這輩子只要有你和你孩子 就夠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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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是嗎 不是嗎 是嗎 在我須民以下 有哪一個是 有哪一個人 是嗎 是嗎 才可以 從這兒 是嗎 解禁囉 是嗎 你說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房间的客人他 不在 估计一个晚上没回来吧 不对啊 他昨天跟我说 他会回来休息的 你看看床单都还没动 行李包还在这儿呢 谢谢 不客气 好 情况不是太好 老大呢是得了 中国型心脏病 目前现在没有治疗的办法 只能靠药物来控制 等他长大以后呢 条件允许了 可以考虑做进行 心脏移植手术 老二呢 虽然心脏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早产 产妇本身的体质也不好 今后呢 身体发育 可能会比同龄的孩子 要迟晚一些 不是这样 我知道你们担心孩子 说实话 我们这儿的医疗条件呢 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见的也不多 所以我建议你们 把孩子尽快送到大医院去 我知道呀我知道 你怎么就这么轴呢 别的你姐姐跟妈都不相信 你还能相信谁 现在好了吧 你也只想保住自己的孩子 你非要跟来 孩子在安心幽灵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了 什么意思 你要是这么讨厌我 这么不想听我说 你直接把水晶扔海里就是了 你怎么来了 眼睛怎么红啊 眼睛怎么红啊 你哭了 没有 刚才风大 没你眼睛了 哪儿来的风啊 刚才有风 现在风停了 是不是想起什么记忆啊 我想起了一些不该想起的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行吗 随便你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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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啊 你马上来红岛 要多快有多快 好 随便你啊 喂 姐 你怎么样了 好脸了没有 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见见你 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好 随便你啊 这谁的啊 你怎么做的呀 江先生 今天晚上想请谁吃饭呀 我太太 是要和夫人煮光晚餐呀 这样我建议您要不然 改到我们酒店的 海边餐厅 桌数不多 您可以包场 而且我们现场 还有乐队伴奏 环境非常的好 那儿吗 对 那边 环境是不错 不过我不知道 晚上货币风大 我怕我太太着凉了 江先生 您真会开玩笑 不好意思啊 抱歉 很有意思 你的这个手机铃声 跟我太太是一样的 是吗 那我跟江太太很投气呀 这样您更得听我的了 说实话 咱们烛光晚餐 吃的就是一个环境 谁在意吃什么呢 只要是够浪漫 够情调 一切都不是问题 所以说我建议您啊 选我们酒店的海边餐厅 好 请你看 海边餐厅 这是音乐可以传我一份吗 最近好像 越听越喜欢了 好 回头发给您 谢谢 小枝 其实这根本就不怪你 都是我不好 我就不敢瞒着你 早该把实话告诉你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姐 你还是说我两句吧 这样的话我更难受 真的 这真的不怪你 是姐自己命不好 我以为嫁给江村 会觉得很幸福 可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 你还有什么打算吗 我现在还没想好 孩子又这样 我暂时也不能回去 江家那边 还要靠你再帮我 撑一段时间 等我想好了 我一定跟江村 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 当然没问题 江家有我呢 现在最重要的 是你跟孩子 要把身体养好 其他的 就是希望 姐以后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这么大的事 连黄家文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你放心吧 姐以后什么都不瞒着你 都告诉你 好吗 还有就是 妈那边 我还没告诉她 没关系 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跟孩子好好的 你以后你说什么 我都听你的 这是我的好妹妹 这是我的好妹妹 好吗 是我的好妹妹 你这一趟啊 真给我折腾得够呛 来来回回我这儿跑三趟 就你给我开那工资 还不如不发赶回来 我这么辛苦 你好歹你告诉我 你这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求婚 不对 离婚 好像也不对 说实话啊 好久了 我都没看见你对谁这么要心 我觉得失忆的不是秦庸素 是你 小师傅 我这辛苦一天了 你谢莫杀驴念完经打合上 我这一天我 我这 脚我都踩油门快抽筋了 你好歹上楼给我开个房间 让我歇会儿 你干嘛 干嘛 收拾 收拾 贱罗 贱罗 我觉得不错 你试试 你咱们 不是 就看着这个 吃完 我都知道 收拾 你 咱们 咱们 这当时你是同意钱的词 我签字的时候 你跟我说这药那么贵了吗 一天一万 你这是治病吗 你这是抢钱吗你 怎么回事 您来得正好 您有一个孩子心脏不大 孩子的爸爸 嫌我们给他用的药费用的高 这样 你来决定吧 这种药是否还需要继续用下去 当然 便宜的药我们也有 但是以后对孩子的身体 有什么损伤 我们可不能保障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摆明是过度医疗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你又不是孩子父亲 你着什么急啊 我这不是替你急吗 行了 行了 我用不着 大夫啊 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你别听他的 孩子呢 就用最好的药 钱我来出 好 没问题 这又不是钱的事 你就是再有钱 你也得省着点花吧 好 好 好 我们去交钱了 我们交钱 姐 没想到这个黄家王还挺怕你 他一直不都那样吗 少不了台面 这不过就是 委屈我孩子了 这不过就是 委屈我孩子了 姐 咱们一定会治好的 这儿看不好 咱们就去秦岛 秦岛看不好 就去北京 北京再看不好 我们就去美国 总会好起来的 是 江村不喜欢孩子 他要是知道我怀孕 肯定不想留下这个孩子 还有江博儿 他也容不下孩子 爱音秋跟江博儿 狼狈为奸 他们要是知道我怀孕 孩子恐怕就留不住了 你要是不信姐的话 可以把这药拿去化验 怎么还在这儿啊 喂 喂 我刚之前说过东西放错了 怎么还在我房间啊 什么 隔壁房间送来的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之南 你神远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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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木头衣银子 我噶子 我骑人 小薰华 小薰华 来 来 休会儿吧 累不累啊 不累 这是什么东西啊 泡妞神器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我以为博儿已经够幼稚了 你比他还幼稚 你 给我 你不要算了 我给我女朋友买的 她让人好长时间了 我告诉你 上班的时候不能带这种东西 没收了 我跟你说啊 你一会儿你用这个 肯定没错 乐队只要你一挥手 马上想起音乐 秒杀一切那个 浪漫爱情电影 真的吗 都安排好了 人才 必须 来 休息一会儿啊 来了 来 来 来 坐 我今天在外面转了一天了 挺累的 搞这么隆重干嘛 随便吃点酒了 怎么给我穿我送你一个 你那衣服呀 肯定得配高跟鞋 你看这路又那么不好走 我白脚怎么办 再说这都是海 万有掉海里的 我以为我已经够不浪漫了 我没想到你比我还不浪漫 这不是不浪漫 得看和谁浪漫 再说了咱俩又不是拍韩剧 这海风这么大 吃一肚子海风 这不拉肚子呀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把公租所有的事情都放上 就是为了跟你还培养感情 你倒好 要么就是神楼见手不见我 要么就是一见到我 就冲我发瓶子 我想知道 我 我到底哪儿 哪儿惹着你呢 我到底哪儿惹着你呢 那你就知道 你到底哪儿 对吧 我不知道 你到底哪儿 我还能够购买 我还能够购买 那里 我还能够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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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愿意 来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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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 你点了那么多干吗呀 你真敢吃得完啊 吃香蕉 吃饭 吃饭呀 你精心准备的 你也得吃啊 那刚才你怎么不在下面吃呢 好香啊 你吃 我呀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嗯 真不错啊 你快尝尝 好吃吗 好像确实不错啊 我就跟你说了吧 好吃 那天忙什么呢 快点 没人给你抢 来 擦擦 我 我没忙什么呀 这儿不是老家吗 我就想到处走走 看看能不能找回点回忆什么的 嗯 见着你妈啊 妈 她妈回 回秦岛了 所以我也打算回去 其实啊 今天找你吃饭是想跟你一个 接着电话 喂 啊 还亏她想得出来 哦 我吃到了 怎么了 我耳觉食了 已经两天了 问她为什么她又不说 啊 啊 那 那你赶紧回去吧 我今天实在太累了 我就不给你回去了 行吧 你要是就是在这儿轻松的话 你就在这儿多休息几天 休息好了 我让方美初回来见你啊 不用不用 我自己能回去 随你吧 其实我今天跟你吃饭啊 确实有个东西要给你 我知道 就是这个吗 我家还挺好玩的 你晚上就别开车了 这么晚呢 我开车不安全 我给你交个代价吧 你回去路上 还能休息一会儿 没事 我有司机 方美初来了 她来干嘛呀 早就叫她来了 对了 你老的太阳啊 特别地毒 一个女孩子家 连个防晒也不备 来 出门带着她 她也没有办法意识了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防晒啊 我在小刘远 跟你说说行李的时候 发现的 你肯定是跟老板娘 穿套好的 要不你怎么能提前 给我收拾行李呢 你笑吧 你这放心吧 再笑一遍 请早见 请早见 江村能当我傻啊 我当然知道你要干什么 可是你搞错了浪漫 选错了对象 江村你也许会是个好爸爸 只要孩子能度过了危险期 姐姐就会得到幸福的 这么长时间 你要是守得走 你就别下来了 你留下 我回去照顾那个江的小姐 送了没有 接着这儿 不着急 不着急 总会有机会 伯儿 你这几天不吃不喝得怎么行啊 谁惹着你了 是不是那个陈先生惹着你了 哪个陈先生啊 你们烦不烦哪 都出去 都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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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一下 说吧 这个陈领生到底怎么回事啊 问你什么事 嘟囔什么呢 那个陈领生到底把博儿怎么样了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博儿跟那个陈先生 本来是挺好的 有说有笑的 又吃又喝的 前两天出去的时候 还开开心心呢 可是一回来 就不吃不喝了 这个陈领生 看着倒挺老实 倒是把博儿控制得牢牢的 安医生 先生真的不在家 跟英素去旅游了 这博儿要是有什么事 我可真耽误起这个责任 他们上哪旅游去了 哎哟 先生 你可回来了 你快去看看博儿吧 他就听你的 阿姨也来了 博儿不肯吃饭 我来给他送点药 放心吧 我先去看看他 这是谁呀 还跟小时候似的 你不高兴了 就躲在被子里蒙着头哭 来 我看看这是谁呀 是博儿呀 哥 好了好了好了 别伤心了 别伤心了 告诉哥 这谁欺负你了 哥找他算账去 我 我觉得我被陈领生耍了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我这么死皮赖脸地黏着他 我觉得我自己呢 他还没有自分心了 倒是谁呢 你本来是陈领生了 他有什么好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 哥再帮你找去 我就喜欢陈领生这样了 你口碑这么重 那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哪儿不好啊我 谁说你不好啦 我们家博儿长得又漂亮又可爱 他很温顺呢 是不是 他敢不喜欢你吗 打狗还在看主人呢 是不是 别闹了 哥 你笑了就行了 不哭了 陈领生子 有空哥去跟他谈谈 好不好 真的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拉钩 好 赶紧洗碗脸洗碗脸 去吃饭 不许哭了啊 陈领生 我跟你说呀 过节的时候呢 我们学校发了张美容卡 你给博尔打个电话 看他有没有空 我请他做美容 不用浪费了 你跟你老姐妹去啊 他以后不会到咱们家来了 你们吵架了 我跟他就有工作关系 您别老乱点鸳鸯谱 怎么叫乱点鸳鸯谱呢 人家送我那么名贵的包 我这叫礼尚往来 真是 是越打越不懂事 你不打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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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出去吧 您出去我就打 必须打这电话啊 好好好 是该当面说清楚的时候了 江先生 不是博尔找你 电话是我打的 找你有事 您找我什么事啊 告诉你 我们会离博尔远一角 不是你前进道路上垫脚石 还有 招标的事情到此 是 这怎么着 还动手啊 你不会看着你欠奏 不是 不是 你动手你救我呀 你一个人动手 再出点什么危险 真是 我从来都没见你 生这么大的气 若尔从来没有 对谁动过心 这第一次就遇到 这么个祸 行了 行了 消消气 接下来怎么办 那陈凛生 他们设计院的竞标 没门 来 明天早餐 有什么了 这手 手包还是不太方便拽 来 你帮我打一下 先生 我可不会打领带 要不你让英素帮你忙 英素回来了 是吗 你去 我去 等一下啊 进来吧 你会系领带吗 会啊 怎么了 前几天耍万伤的 你得帮我个忙 来 你看我干嘛 你不是第一次见 晚上出去吃吧 家里气氛也不好 我有事让你说 不行 我有约了 约谁啊 你们推药吗 早都说好了 可不是你忙吗 那也得分个线来后到 那你最起码能够告诉我了 你约了谁 我也知道 我派在谁的后面 没有没有 我约了宋太太他们 早就说好 终于有几十话 你会应该是 那好吧 那 我就盘在后面 开住你 这我还没有 去书你 我去书你 去书你 去书你 啊 ,那你我去书你 把书都打完 今天是星期五吗 对啊 星期五 怎么了 我约了宋太太她们 早就说好 中午一起吃饭 我也不知道 她是怎么 给我太太下的迷魂汤 就我一个劲地说她好 说什么 平常喜欢搞点慈善 周末总是去福利院 给孩子教书 没事 哥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早就不想上班的话 我给你放假 你是女头 赞点心吧 我不放假 郑总 你干嘛 又是设计院以贵来人 你不怕是陈领生 不怕他干嘛 我又没对不起他 再说了 公是公 私是私 难道陈领生不喜欢我 我还不上班了 我还不上班了 难想啥 我还记得好 改静你长大 哥 你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吧 你爸还吓人呢 你别忘了啊 你得是答应我 要找陈领生谈一谈的 在这之前呢 我也答应你 尽量不耍小脾气 真乖 这么吐声呢 张总 张总 我 我 上次是我不对 我道歉 陈先生 你用不着道歉 我们现在是工作关系 公事公办 好吗 祝你投标顺利 对 哥们儿 什么情况 那咱们不会被出局了吧 没事 谢谢你啊 帮我联系徐教授 要不然的话 孩子转院 肯定不能这么顺利 跟我客气什么 虽然秦因素不招人待见 但孩子是无辜的 这忙我必须帮 谢谢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这个药 你得帮我化验一下成分 没问题 你怎么了 怎么开始吃药了 这药不是我吃的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 我今天该给 服务院的孩子上课了 先走了 去吧 去吧 好了 各位 经过我们董事会的 认真讨论 下面我宣布 此次项目中标的单位是 海华设计事务所 这不欺负人吗 明明摆着我们这个设计 比海华好 他不是一丁半点啊 我找江村去 算了算了算了 结果在我意料之中 结果在我意料之中 你说你跟姜博闹什么呀 这标搞不定 你连我也给拦下水了 陈礼商 这件事我一人送市医员当 我扛着好了 你又不敲蚊子吧 你又不敲蚊子吗 又不敲蚊子吗 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把建筑设计 研究院踢出局 我不相信以你的眼光 你看不出来 他们比海华好 我不可能让你再跟他 就做了 这也是为了你好 我也不可能让那个小子 有技可乘 哥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其实我已经去找过沈云胜了 我让她离你远点 人家都说了不喜欢你 做什么也没有用 不要强求 而且她接近你 你敢说她不是 为了这个项目吗 哥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现在全公司的人 都知道我在追她 你这么做的话 人家别人会说我假公济私 那这样多丢人哪 假公济私就假公济私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再说了 这么大的项目 不得而信 她一开始抱着目的接近你 她就应该想到 有今天的结果 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好 但是你也应该 实现跟我商量一下 好歹我还是个 设计总监呢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就问问你 你平时认为 她有能力 承接我们的项目 你机会都不给她一次 你怎么知道她不行啊 不是我说她不行 是爸说她不行 有什么事你跟爸说 你 去 回来 我 你看这些小兔子可不可爱啊 可爱 那我们这节课 来画一个粉红的小兔子 好不好 好 这节课我们比赛 看谁画得最好 好事就把兔子送给她 好不好 好 赶紧下车画吧 我要开始计时了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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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么想起来 来这福利院了 那天宋贤在海边 说的话已经问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说秦英素 当老师 我也觉得奇怪 我以前啊 只听说过是情因素 逛街 喝茶 刷卡 消费 还不知道他 可以交出预言呢 世界变化得太快了 进去看看 生日赛 大妈妈返轻 大妈妈 performed monsieur丸娅常 想活净 来玩 将 天哪 亲手 还问我来话吗 你躲什么呀 弄得跟做贼似的 我也不知道 你既然 既然你不想让他知道 你来干什么来吧 你什么时候听着 这偷窥的爱好啊 小眼神 你怎么说 你也是江家的大少爷什么人 地产公司的老板 你说你拉着我跟从你老婆 不是 你现在玩的 什么花样或者什么 爸 金人 喂 爸 你到疗养院了 你 江村 你到疗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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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什么 江村怎么回来这儿呢 你说我看错了 我说你跑什么呀 跟做贼似的 让青莹素看起来更好 你这等于是 老公来探老子班 对不对 顺便问问他 怎么就转了性了 他这样我都有点不认识他 别说是你了 我都觉得奇怪 这病话也太大了 那你就更应该当面问清楚 顺便好好夸一夸你老婆 我觉得他从医院出来 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到底想干什么 那你觉得他是变好了呢 还是变坏了 你不用回来 你自己知道就行 走吧 去哪儿 不还找我回来 你去哪儿 青莹素 认识你这么久 还从来不知道你会画画 你还有些什么 是我不知道的呢 小谷奶奶 你不认识交这两盆 把她给交死了 爸 别的也交一下 你别老指挥了 我都不知道该交哪个了 来来 你这个 你这个 来来 来 喷你 喷你点就好 这样吧 对 少量多餐 哥 你来了 爸 您找我 不是告诉我说 上海这个项目 你否了设计院的设计图 还说是我的命令 是吧 爸 我跟您商量过了 您也同意了 哥 得了吧 哥 我可是问过爸的 你这叫假传圣旨 要不是我机灵啊 过来问一嘴 陈领生得被冤枉死 我可没胡说 爸 你忘了 我们当时一致认为 陈领生认识博二的动机不纯 所以我们决定不再用它 而且它的设计 确实不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 啊